台北市大安区举办中原普渡活动 慈激志工受邀来推广蔬食 答对我 透过游戏的方式来区分健康饮食与需要注意的食物 让民众能快速记住蔬食健康资讯 它那个汉堡我差一点答错 因为我以为汉堡 其实汉堡它里面有肉 我们都觉得说我们是需要蛋白质 但是我们忽略了 其实里面有起司 有油 所以其实它并不适合是常常吃的食物 那你看我们的身材就知道了 我们的观念就是一直是错误的嘛 除了饮食红绿灯闯游戏之外 也提倡环保的重要性 到那个塑胶要回收才不会 那个海中的生物吃到那个塑胶袋而死掉 大安区的另一场吉祥乐活动 在辛亥区民活动中心 过去黎民有烧纸钱的习惯 透过慈祭志工的宣导改善许多 年前的活动办过之后 那我们发现大学里还有苦风里的黎民们呢 在七月的时候其实已经减少了很多烧金纸 还有线香 还有那个香的使用 那今年呢我们就邀请大家来 再体验一次蔬食的好处 让我们能够更深地体验到蔬食对地球的好处 买东西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准备一个很大很大的购物袋 多用一些环保的餐具 然后就是不要再去外面买饮料那种宝特瓶啊 就变成自己带自己专用的那个瓶子或杯子 尽一份心理最主要是为了我们的下一代 对对对 借由七月吉祥月活动 期许人人都能环保舒适爱地球 大爱新闻 真善美志工台北综合报导 resistor 223 هو